作为上赛季光光无限的中超连赛金靴,最近效力与广州负利的扎哈威可为反心是不少,在不久前国家对重伤的他不仅将缺席多场比赛,最近他还再度遭到了祖国媒体不孝的炮轰。 来自以色列媒体Mary的消息,扎哈威的亲生父亲因而扎哈威近来健康状况十分糟糕,已经在法国治疗超过四个月,得他最近接受了手术治疗。 按理说,父亲生命垂危,作为亲生儿子的扎哈威,就算没时间陪在身边照顾,至少作为百万富翁的他,应该在经济上给予一些帮助。 但令人意外的是,扎哈威的态度却是相当的冷漠,以色列媒体透露,在老扎哈威住院这几个月,中朝金靴竟然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,由此可见,父子间的关系可谓相当糟糕。 那么是什么原因,让扎哈威如此痛恨自己的亲生父亲呢? 原来老扎哈威年轻十层无情地抛弃了扎哈威和他的母亲,没有见到一个父亲应有的职责。 这也导致扎哈威,从小,就对自己的生父十分冷漠甚至无情。 众所周知,扎哈威在富丽最新合同,他年薪高达一千万美元,约合七千万元人民币。 但他不仅拒绝支付父亲每个月一万欧元的赡养费,更是对习房狠话,表示,永远不想再见到他。 这也让老扎哈威一度气地打算通过法律途径强行让儿子为自己养老,不过随着老扎哈威升起每况愈下,老人似乎渐渐也对当初抛弃妻子的行为感,到了忏悔。 他不仅主动为扎哈威辩解,表示理解他对自己的恨,更是在七月份扎哈威三十一岁的生育当天,给他发出了感人的信息。 亲爱的依然,抱歉参加不了你的生日聚会,我会再远方祝你好运。 我最爱的孩子,看到扎哈威与生父关系如此糟糕,许多中超球迷也不得不感叹确实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 无论如何,我们还是希望扎哈威,能抛开过去的怨恨,在父亲生命的晚年,至少承担起一个儿子应有的义务。 因此,我们还是希望承担起两个儿子。 不是这样的,我们下次再发动。 感谢观看